冻金针简编医学 方法精准 疗效持久 好吧 我们现在欢迎 陈老师有请您给我们做点评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 郑宏叶老师和聂慧老师 他们对冻金针的一些体验 体会和分享非常精彩 我这里我听得非常仔细 也非常感动 觉得大家能够做出来这样的效果 实在也是我感到欣慰的一件 非常好的一个回报 郑老师他首先对冻金针的学习 有他一个很深的高度的概括的总结和体验 郑老师他也是一个资深的中医师 曾就是从医临床多年 也有很多的针灸的临床经验 但是学了咱们这个呢 他更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和对冻金针的一些评价 那么他说的我比较印象深的 他说冻金针呢 在理论上是简 练 通 刚才他都解释了 就是说这个理论呢 其实并不复杂 并不复杂也比较简单 也容易上手 也容易解释得通 容易理解 我觉得是这个概念 那么从这个针法上呢 他说的文准很 其实呢 文嘛 就等于说呢 我们这个针刺的技术 比较精准 比较精炼 而且呢 比较到位 我大概理解呢 它是这层意思 那么疗效上呢 它是痛 好和久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针灸治疗呢 效果呢 有的我们都是主张疗程 多少多少次 才能够达到什么什么效果 其实呢 你用了动心针以后呢 你好像这个概念呢 就不是特别的重要 可能你一次两次 轻的就治好了 重一点的呢 五六次 七次八次 甚至十次也可以 也都能解决 只要是我们的菜 那都归我们 我们一次一次的呢 就能搞定 就是说呢 它这个疗效呢 是确定的 那么它的疗效的稳定性 也是比较长久的 不是说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在别的地方治疗 他还没出诊所门呢 就又开始疼了 他说到我这儿 他也很怀疑 他说你现在就见效了 我一会儿出去 我还疼不疼了 我说那你就试试呗 你在这坐两小时 咱们有这个视频 这个病人非常的幽默 那么呢 他知道 咱们他是坐飞机 三个小时 从芝加哥赶过来 那么我们就扎了一人 就给他解决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他就担心 是不是这个 马上就反复了 那他就经过他的体验 那证明呢 效果呢 是完全稳定的 只要你找到了 正确的地方 用了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治疗 那你就有一个 令你非常惊奇的效果 我觉得呢 这些那是 这个郑老师 他提炼出来的 对重动精神的 总体一个评价 我觉得还是很到位 很全面 比我想的周到 我觉得这个 郑老师除了临床上的技能 对于这些 高度的概括呀 方法 这些的能力呀 还是对人钦佩 也值得我们学习 这些管理 关馍 武 找